出家最主要的是 你要亲近善之士 还亲近如理如法的道场 但是如果你要修菩萨道 这个如理如法 不是说我只讲戒律的道场 我讲禅定的道场 我讲哪一个法门的道场 这个道场如果没有悲心 你最好不要去 那个要钱 那个要钱 个个高高在上 认为我修得好 他修得不好 这种冷酷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去 所以因为这个道场 他应该是像一个 免费的老人院 免费的医院 高高兴兴 怀的微笑 欢迎苦难进来 因为我们 你多一个人进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承受这个苦难 欢迎你 他对你无所求 所以在这一点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 来 雷四善根 不是你出了多少钱 雷四善根的人 可以看到那个点 是什么 所以我们中国人叫禅 然后呢 佛经里面叫佛性 你可以看到那个自性 佛性 那个点 那就对了 所以这个道场的人 是不是如此 这个道场的整体目标 是不是如此 所以更重要了 你是不是这种人 有些人 有些人当然很赞叹 这个道场慈悲 这个法师不错 问题是 你成为这个法师的累赘 现在很多上师法师 最后都退转 为什么 这个善自私旁边 都充满了恶自私 这些信徒是慕名而来 来拍照的 来得宠的 来争权夺利的 就把这个法师都给害死了 干干净净的 就变成无乎惠惠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社会 黑暗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空 安住空性 那就是不急不离 保持距离 那又不执着 但有关心 却不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 先生对太太要保持空性 为什么 爱你 那又不执着 妈妈对儿女 更要保持空性 我看那个妈妈 看到儿女就已经完蛋了 心痛 被抓住了 因为她没有保持距离 执着的要死 为什么 上辈子是你老公 上辈子是你老婆 上辈子 你就卡在这个心绪里面 跳出 跳不出 轮回 就像 当我妈妈这次要舍抱之前 我就看得很清楚 我妈妈爱我哥哥那种爱 比海还深 不是这一辈子 我看了样子就几百辈子 连自己要死了 痛都没关系 只要我为她还活着 那种情之深 哎呀 真痛苦 真痛苦 所以我对我妈妈就一直只能跟她说 乃至她往生了 一直跟妈妈观想 一直观想 她为了儿子 为了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生了一个自己最爱的人 所以 然后呢她就这样 觉得生命就是很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每天都有苦 所以最后往生净土以后才知道说 念想 白忙一场 各位千万记住 真的不要白忙一场 处心计律 东计划西计划 最后 最后还不是叫你放下 你还放不下 还几百人 放下放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放下放下 赶快放下去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白忙一场 还不是念这个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是说 你要去思维 那我学佛要干嘛 所以这些经典 没有不喜欢这两个字 这个经典 之所以叫经典 它就是 只是一个单纯因缘和合的 对峙众生烦恼的法 千万不要执着 这个对那个错 那个高那个低 它是幻化的 它唯一的用处 它就是能够利益众生 这样而已 所以学经典 不是为自己学 我喜欢讲的言经 比较高 你看里面都讲 那个什么地上经 太浅了 所以我也发现 很多人在讲经 我听着老半天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懂 不懂的讲给 不懂的听 但是双方都不懂 就觉得很高 你看都不懂 就跟你说 这是秘密无上法 两个都不懂 但是两个又坚持 这个是无上法 秘密的 所以你要是跟这种 禅师学还真惨 你要跟秘密的学 它还真的 私底下有秘密 我告诉你 表面上 私底下秘密可多了 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大法会 哇 大家很恭敬 然后又带了很多人去 我们早上参加会 法会完 中午要吃午餐 就有信徒 师傅 怎么有牛肉味 我说不会啊 就到场啊 我就骂信徒 谁带牛肉便当来 大家没有没有 师傅没有 他们就去找 哎呀 结果在上司房间 在煮牛肉火锅 那他们跟我讲 那我也当作 我不知道 拜完 走 我不会批评的 上司需要牛肉啊 后来上司中风啊 当然我要了解原因啊 所以各位这个 这个句子 就是表里不如意 在一个没有素食的地方 当然了 那就没办法 在一个素食丰富的地方 你还有四号 可能不太好 那如果真的要吃 那你要多远一点 这么多人 这个味道都喷到大殿来了 所以我想就像一个吃葱蒜的人 一样 我吃素 嘴巴一打开 都是葱蒜味 很不好闻的 就像各位 你吃过水果吗 如果这个刀子切过葱蒜 这个刀子在切你的水果 那个水果就是葱蒜水果 这个很奇怪的原理 刀子明明没有吸东西的能力 它是钢铁 但是呢 葱蒜鬼就附在上面 所以葱蒜鬼 你用这个刀子去切水果 葱蒜鬼先吃水果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吃的都是葱蒜味 这个道理你懂了 就像一个人喜欢吃葱蒜 你念的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能都叫葱蒜佛 没有清净了 因为那个鬼神覆嘴巴 所以你念出来的就不好听 而且因为边念边咳嗽 众生卡在你喉咙 卡在你舌头 卡在你嘴唇 连冲算都如此了 何况你的心态 如果心态这里面有贪心 称心 骄傲 嫉妒 各种分别心 那你讲出来的法叫分别法 有这个意思 不清净 所以我师父特别给我交代啊 你到净土中的道场 你就好好地念佛 融入这个净土中 去吸收他们的精髓来帮助众生 你进入禅中的道场 你要说 我呢 我也是草动禅的哦 我来学习 因为虽然我挂名为草动禅 但是我不懂 不懂 当你进入密中的道场 你不要说 这是密中的 有什么好学 或是奥密托佛的 那你就看不到佛法是什么 万法 只要它动机正确 都可以用了 何况是世间法 但是你千万不要对佛法很虔诚 结果对世间法一点都没兴趣 所以我每次去医院 我虽然帮人家助念开始 但是我就一直研究 这个医生啊 配备啊 这个器具多少钱 这个睡个房间多少钱 有一个信徒来问我 师父你要开医院 你才知道 我要开的是免费医院 如果我有福报 但是呢 但是我要了解一切 医生怎么做的 护士怎么做的 病人的是多少钱 就像早上我还问我们天真 说这些信徒交多少钱 师父有45块的 有55块的 我问得清楚楚 所以我说我不是查账 我要了解 合不合理 要办一个法会 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要如何如何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因为 你如果没有这个空间 没有这个麦克风 没有人煮饭 没有人车子 没有人住 法会也不成就啊 所以这个叫世间法 你通通要懂 你佛法是个动机 以这个空性悲心的动机 去使用世间法 那世间法 通通是佛法 了解吗 所以各位有感情 但是你用佛法 来用感情 哇 这个看情太好了 你尽量去爱吧 大此大彼 但是你如果没有佛法 你用感情 那你会被感情烧死 你也会很痛苦 跟金钱一样 跟肉体一样 所以各位 你现在这个身体 懂佛法 拿来拜佛 拿来持戒 拿来利益送身 拿来为众生死 这个身体 好不好啊 非常有用 所以特别各位 是女性啊 女性就是喜欢 漂亮一点 慢一点 老 那你要想想 这个身体要干嘛 这个身体不是来 庄严 我比较年轻 我比你漂亮 这样又是一种私心 而且是一种 迷惑众生的 不好的心态 所以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他 已经三十岁了 然后找不到男朋友 我看 长得还不错啊 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后来才知道说 他时时刻刻都打扮得 很性感漂亮 在勾引每一个男人 在吃每一个男人的豆腐 然后呢 所以呢 他造这个业很重 所以自然就 没办法有人真爱他 所以各位 这一点要小心 要小心 各位可能要学学回教徒 在别的男人面前 全部包起来 只有在自己的老公面前 才可以把头巾拿下来 对不对 这个虽然也有点自私 但这是一个节操 那做女人本来就要这个节操嘛 但是 有些男人就很痛苦 对不对 老婆天天打扮得很漂亮 招风影蝶 然后呢 得到别人爱喜的眼光 他觉得是很不错 就活在这种 这种虚幻的 这种女人的这种习气里面 这一点 你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去分析 佛教讲中道 不是说 拉里拉塔 也不是超过这个线 就像刚刚好 这个叫中道的生活 符合了证件 证定 一切要调得很好 那我们是修菩提心的人 那我这个动机 也没有离开 呼吸心 悲心 空性 那这三个最重要是什么 我问各位 菩提心 悲心 空性 最重要是什么 悲心 因为悲心 所以才要成佛 因为要成佛 更要有空性 所以就像我穿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那个黄色的代表 空性 断烦恼 但是你要穿红色的 你必须有断烦恼的空性 做基本你才有大慈大悲 所以这两件都很重要 但是为了 那你就干脆穿红色的就好了 穿这个代表大悲 普护众生 那不要穿这件 那也不可能 你要大悲心 不能够离开空性 那空性做底 做基础 以这个般若智慧 做基础 所产生的是为了圆满 去布施慈悲 去布施慈禁 但是他的重点 是悲心 你这个为根本 所以叫大悲为根本 为了成就菩提心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本 但是不能够离开 无所得的空性 以无所得为方便 那当然 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就 把这个背起来以后 就把这个用在金钱上 家庭处理上 对峙烦恼 带人接物 都不离开这个主题 那为了不离开这个主题 还要细分 那就是要看经典 那这个经典 佛陀从各种方面 告诉我们 怎么修 如何如何 而且各位平常要念祭颂 听到钟声 上洗手间 开车 你都要拉回一个正念